欢迎来到风铃漫谈 这里是思想交汇的港湾 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 请不吝点击订阅按钮 加入我们的探索之旅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惠作 在其邱惠作回忆录里记载到 1971年9月中旬 当北京中南海得到中国驻蒙古共和国使馆 关于林彪、叶群、林立果一家三口 全部在温度尔汗摔死的报告后 毛主席首舞足蹈 高兴地说 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 毛泽东要在场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把他这句话传达给所有中共政治局委员 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大家说 主席知道林彪死了 很高兴 还与我们碰了呗 并且说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 汪东兴说 毛主席和身边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 很高兴地喝了酒 为林彪的死干杯 毛泽东不仅自己高兴 还把自己的高兴传达给政治局的委员们 他要让大家都知道他的高兴 让大家和他一起高兴 这就是毛泽东对自己亲密战友林彪死亡的第一反应 林彪跟随毛泽东几十年 为毛泽东的建国从东北三省一直打到海南岛 他的军功不仅超过排在他后面的那七个元帅 而且超过排在他之前的朱德和彭德怀 这两位不过是年龄和资格比林彪老而已 林彪是中共九大上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是党和军队的第二号人物 副统帅 林彪死了 而且死得那样突然 那样惨 一家人三口一同死了 毛泽东不仅不悲哀 反而高兴 而且非常高兴 他高兴的理由无外有二 第一 林彪死了 而且他的老婆叶群和宝贝儿子林立果也死了 不仅免除了后患 而且省得毛泽东像发动文革一样 花了好几年才整死刘少奇走了一个复杂的程序 毛泽东每一次要打倒一个政敌 一定要给他戴上野心家 阴谋家 反党集团之类的帽子 但是 制造这些帽子可不是件轻松的事 要罗知罪名 编造理由 每次都漏洞百出 毛泽东往往只能靠权势压服 毛泽东整人 还有另一个杀手锏 那就是给政敌戴一顶叛徒的大帽子 只有这顶帽子最省事 而且可以把对方一棍子打死 可是 若是按整刘少奇的方法 整林彪需要查档案 找证人 编材料 联蒙带骗 劳神费力 还会破绽百出 现在 出现林彪这个新模式 他死在了中国领土之外 这么一个绝妙的地方 这样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叛徒的大帽子 扣到林彪的头上 还可以另加一顶卖国贼的帽子 其他什么理由也不需要编了 他要是死在国内 就无论如何给林彪戴不上叛徒的帽子 因为他从来没去过白区 更没被捕过 那就很难打倒他 毛泽东知道 对林彪也只能用外逃这种办法 因为林彪实在没有任何把柄 握在毛泽东手里 建国后 林彪长期养病 不问正事 与人不交往 清心寡欲 在两年前的1969年中共九大上 是毛泽东主动提名 把林彪写进了党章 成为了毛泽东的什么接班人 不用叛徒 这个杀手锏 把林彪除掉实在是不好办的 毛泽东遗憾的是 林逗逗没有听从周恩来的电话命令 没有同他父母和哥哥一起登上三叉戟飞机 林逗逗又叫林力恒 已故南京大学党史教授高华称他为一个糊涂人 周恩来可是要求林逗逗跟着林彪 叶群和林力果一同上那架飞机的 第二 林彪死在外蒙古 说明他们准备飞往苏联 也就是到苏修去投敌 毛泽东非常清楚 要想除掉林彪 最大的难处是没有合适的理由 仅说他想当国家主席是不够的 但是又必须把林彪除掉 毛泽东绝脑汁运用诸多计谋如满天过海 打草惊蛇 引蛇出洞 欲擒故纵 借刀杀人等等 最后请军入旺逼林彪一加上了飞机 然后飞行员强行起飞飞到中国国境以外 周恩来和汪东兴 还明知顾问地向毛泽东请示 要不要发导弹 把林彪的飞机打下了 现在 林彪准确无误地死了 毛泽东怎么能不特别高兴 怎么不举杯庆祝 正如邱惠座所说 毛泽东的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这句话 一下子就在中共中央内部给林彪定了姓 也就是说 今后对林彪可以按需要任意处理了 什么组织武装政变 密谋用轰炸机 高射炮 火箭筒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谣言 纷纷出拢了 迄今五十多年过去了 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支持林彪 曾密谋部署杀害毛泽东 紧接着 毛泽东把二月逆流问题 贺龙之死 杨渝复问题 罗瑞卿问题 等等等等 全部推给林彪了 就是1976年毛泽东死了 先是华国锋 后是邓小平 陈云等人 也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恶果 全部推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身上 正因为如此 林彪迄今尚未得到 中共的正式平反昭雪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谈谈中共党史中林彪两次重要的反对毛泽东 而且历史证明林彪是正确的 而毛泽东是错误 第一次是1937年 林彪违背毛泽东指示 指挥八路军一二五师 对清华日军打了平行官服击战 第二次是1950年 林彪坚决反对毛泽东出兵朝鲜半岛与联合国军开战 下面请跟随我们的节目一探究竟 1. 平行官服击战 林彪以真抗日对抗毛泽东的假抗日 林彪在共军要真抗日还是假抗日的问题上面 于1937年与毛泽东发生热烈的争执 此事在花城出版社林星宇著的林彪传中有详细叙述 西安事变之后 毛泽东表面上同意国共团结起来 一致抗日 把共军改编成两个军 北方的叫八路军 南方的叫新四军 但是毛泽东给共军制定的内部政策却是 一分抗日 两分应付 七分发展 也就是说 打着抗日的旗子 拿着民国政府的军饷 接受美国和苏联的援助 但不要与日军正面交战 而是要悄悄地发展中共自己的组织 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人数 尽可能占领更多的地盘 等待美苏出兵中国 赶走日军之后 共产党在打败国民党 推翻中华民国政府 有学者援引日本防卫听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 第179页的记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军死于国军之首 有318883人 而死于共军之首 一共才851人 其中 平行关大捷 击毙日军167人 共军百团大战 打死日军302人 1938年 进茶季秋季反围攻 打死日军39人 1939年 济南春季反扫荡 打死日军37人 1939年 军中冬季反扫荡 打死日军27人 1940年 春季反扫荡 打死日军11人 一以武师陆房突围 打死日军16人 共击毙日军599人 再加上小战斗 合计被共军杀死的日军 为851人 死者都有姓名 年龄 家乡 部队 死亡地点 被谁所杀 详细记录于日本靖国神社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 中共中央在洛川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 毛泽东提出 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所谓的游击战 就是与敌人捉迷藏 敌进我退 敌住我扰 敌敌我打 敌退我追 追又追不上 总之 不与日军做正面交锋 抓到机会就捡些和抢些敌人的东西 最好是敌人先进的武器 现在 中共党史教材上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是从八路军的实际出发 并且考虑了打败日本之后 在打败蒋介石建立共产党的新中国的任务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不能采取运动战和阵地战 不能与敌人拼消耗 只能搞些小打小闹的游击战争 用宏大的爱国 和建立美国是民主自由新中国的口号 忽悠群众 发展敌后的中共的根据地 做持久的等待 等待美国和苏联出兵消灭日军 观众朋友们 请点赞 订阅风林漫谈 您的点赞 能让YouTube把风林漫谈 推荐给更多观众 感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 我们继续本期节目 1937年9月 林彪率一一五师 到达山西陵丘县西的平行关一带 配合国军 阎西山上将的第六级团军 阻击日军 继续进入山西腹地的任务 9月14日 林彪发电报给在延安的毛泽东 提出利用当地山谷地貌 伏击日军后勤的运输队 以配合阎西山率领的 第六级团军的正面作战 毛泽东于9月16日和17日两次致点林彪 指出 我军应坚持落川会议的既定方针 用游击战斗配合国军作战 9月18日 林彪再次给毛泽东发电报 陈述他执意要打平行关伏击战的五条理由 一 现在日军正在前进和移动 这正是我们部队对其进行伏击的好机会 延西山率领的国军目前还有相当的抵抗力 为了能与他们配合作战 现在的山地地形地貌 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作战条件 如果错过这个机会 敌人就会打败国军 占领了主要城市 那时候我们就很难再进行运动战和山地战 也难以与国军配合作战 二 现在全国军民都在看着我们共产党军队是否真心抗日 如果我们共军参战的兵力太少 就会让全国人民失望 三 游击战并不能以绝对优势消灭敌人的有声力量 四 目前我们必须打胜仗 俘虏敌人 提升军民的抗战信心 提高共产党和八路军在老百姓中的威信 打了胜仗后 更容易动员群众吸引人民 才能扩大共军势力 五 现在如果集中几个师以上的兵力 在狭窄的山谷作战 显然是不合适的 无法施展开 但是用一个师以下的兵力是可以的 也可以施展开来 现在第一仗应该集中约一个师的兵力 等到以后客观情况不允许用一个师的兵力进行运动战时 再分散去做群众工作和搞游击 林彪给毛泽东电报中所谓的做群众工作 就是用宏大的爱国和蔚来建立美国是民主自由新中国的口号 忽有群众 在老百姓中发展更多的中共党员 招募更多的人加入八路军 可见 在要不要打平行关伏击战这个问题上 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有严重分歧 林彪是从一一五十所处的具体地点的实际出发 认为时间和地形军队共军有力 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立主在平行关打一仗 而毛泽东则是从共产党要彻底推翻中华民国政府的战略目标出发 主张把主要精力放在到敌后创建根据地上 避免以主力和日军正面作战 因为抗日会消耗八路军主力 也不利共军的发展和壮大 毛泽东思想坐实了一些人认为 毛泽东是中华第一汉奸的罪名 而那时候的林彪还是真心抗日的 1937年9月23日 严西山以第六级团军司令长官名义 下达25日平行关伏击计划 林彪为师长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执行了该计划 据严明复所著的《往事不忍成立史》中 平行关往事一文描述 林彪帅一一五师越过五台山 穿过国军和日军的中间地带 悄悄到达平行关附近 林彪在这一带看地形时 发现林秋通往平行关的公路 有一条向北延伸的峡谷 这个叫桥沟的峡谷中段 长约五公里 沟深二十至三十米 两臂十分陡峭 谷底狭窄 只能通过一辆汽车 桥沟北侧二百多米的山腰上 有个观圣地庙 庙后山梁叫老爷庙梁 是附近的制高点 桥沟市日军进攻平行关的必经之地 是一一五师理想的伏击地点 林彪于是决定 在这十分适合打伏击的地方 与日军一战 他将指挥所设在一个山头上 安排部队埋伏 等候日军到来 林彪命令三个团在两侧埋伏 又命一个团在外围游异 牵制日军 因白天日军以空中侦察 跟踪中国军队动向 林彪决定一一五师 遂于夜间出击 埋伏和袭击计划 触敌不易 9月25日凌晨 日军武装押运的汽车运输队 和自重队进入桥沟伏击圈 一一五师居高临下发动攻击 击毙了中佐指挥官 击毙日军167人 抓了七名日军俘虏 共产党把林彪的桥沟伏击战 称之为平行官大捷 其战绩被夸大为 以劣势装备获得 歼灭日军精锐部队 第五师团 第二十一旅团 一部一千余人 击毁汽车百余辆 马车二百辆 缴获步兵炮一门 轻重机枪二十余艇 制弹筒二十余具 步枪一千余支 军马五十三匹 及其他大批军械的战果 平行官伏击战士 八路军出师 华北地区前线打的第一仗 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 取得的第一个胜仗 他用事实鼓舞了 全国人民的斗志 打破此前日军不可战胜神话 政治意义巨大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 当时一家以大事宣扬 以淡化1937年9月11日 大同尸首 以及山西战场 整体的战略失利 林彪于一夜之间成为 抗日英豪 民族英雄 他的名字家喻户晓 林彪在前方打胜仗的消息 传到湖北黄岗的林家大湾 林彪爸爸林明清既高兴又担忧 他意识到 日军会来林家大湾 捉拿林彪家人 以要挟林彪 于是林明清带领全家 离开家乡 外出逃难去了 9月26日 蒋介石通过朱德和彭德怀电鹤 25日一战 歼敌如麻 足政官兵用命 深堪家位 林彪违抗毛泽东指示 打赢了平行官服击战 打了毛泽东的脸 在延安的毛泽东 不得不在9月29日 至周恩来 朱德 彭德怀 任毕石的电报中 对八路军作战方针 做了一些修改 八路军的根本方针 依然是争取群众 组织群众的游击战 在这个总方针下 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1937年10月27日 林彪写成平行官战斗经验一文 总结出12条经验和教训 下面就转述其中八条 说明林彪的确是 中共中少有的聪明人 一 一到山地战 日军的战斗力与特长 军要大大降低 甚至于没有 步兵穿着皮鞋爬山 简直不行 虽然他们已爬到半山 我们还在山脚 但结果我们还是先抢上去 给他一阵猛烈的手榴弹 他们只好像滚萝卜一样的滚下去了 炮兵则难于运动于找阵地 坦克车呢 有些地方简直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 二 日军轻视中国军队 成了习惯 便由骄筋而疏忽 不注意侦察警戒 不爱做攻势 打起仗来 先让飞机和大炮显神通 等到猛攻时 他们的步兵连阵地也不爱占领 只隐蔽在沟内休息 这样的敌人 当然便利我们袭击 所以我们这次一切布置的 妥妥当当 向他们开枪了 冲锋了 他们才知道 三 敌人不仅是弹药 要靠后方输送 连粮食都要靠日本送来 他们的后方线 已扯长有千里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 把他们后方线一切断 他们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可以弄得他们进退为骨 四 利用敌人攻击国军阵地时 袭击敌人侧后方 这是最好的战法 这次就是趁敌军全副兵力 对付国军时 突然在他们的后方大打起来 五 为了避免日军的炮兵和飞机 战斗开始后要迅速接近敌人 投入肉搏 连续冲锋 使日军的炮不好放 要放就连自己的队伍也糟了殃 六 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成 但敌人却是有战斗力的 也可以说 我们过去从北伐道苏维埃战斗中 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 我说的强 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 能个自为战 虽打败负伤了 亦有不肯搅枪的 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体遍野 却捉不着活的 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 部队的掌握都颇减长 对此种敌人作战 如稍存轻敌观念 做浮躁行动 必亦受损失 我们的部队仍不善做疏散队形之作战 特别是把敌人打贪后 大家拢在一团 轩扰老乡脚枪呀 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脚枪 不但他们不懂 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 七日兵死不肯缴械 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 法西斯教育 同时也因他们恐怕中国人报复 但最主要的 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 之不正确 采用野蛮的火埋 火烧 偷渡等办法 过我们今后 需加紧对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策宣传 与优待俘虏 八 夜袭是战胜日军的重要作战手段 日军怕夜袭 他们的技术威力 一到夜间 有的静止全无作用 我们要努力 非常努力地去学习夜战 以此为特长 以战胜日扣 二 林彪不同意毛泽东派共军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 朝鲜领导人金日诚 对美国支持的李承晚领导的韩国 发起了侵略战争 目的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统一朝鲜半岛 1990年代 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显示 金日诚的这个行动 事先得到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同意 所以说 朝鲜侵略韩国的战争 是苏联斯大林和朝鲜金日诚 共同策划和发动的 从1949年6月到1950年初 金日诚一直在游说斯大林 允许他对韩国发动军事进攻 由于怀疑朝鲜的军事能力 并担心苏联被卷入更大的战争 斯大林一开始拒绝了金日诚的要求 也不愿意向朝鲜提供进攻型武器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50年的1月底 斯大林认为国际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美国不会再军事保护韩国 现在苏联可以给朝鲜独裁者金日诚 提供进攻性武器来攻打韩国了 更重要的是 斯大林不希望中共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有任何接触 最好中国能与西方为敌 中共才会把苏联当作唯一的依靠 从而充当苏联的炮灰 斯大林知道毛泽东是十足的农民 不懂任何外文 而且狂妄自大 在国际政治方面毫无经验 于是就开始把中国玩弄于鼓掌之间 唆使金日诚入金南韩 然后以共产国际领袖的身份和命令式姿态 要求毛泽东派兵参战 与美军在战场上死磕 获得苏联帮助的金日诚军队势如破竹 三天内打下了韩国的首都汉城 并在战争爆发后 仅一个多月就占领了朝鲜半岛 95%以上的领土 南韩军队不得不退守南部的釜山防御圈 1950年7月7日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 组建联合国军 给予韩国军事援助 苏联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完全可以一票否决 可是就在投票的关键时刻 苏联代表却故意缺席 执意把联合国部队放进朝鲜 1950年7月8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说 如果任由共产党武力入侵韩国 而未受到反对和抵抗 那么 再也没有小国 有勇气抵抗强大的 共产主义邻国的侵略 那么 就如二战爆发之前的局势一样 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同日 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司令 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联合国军由22国的军队正式组建 联合国军快速登陆韩国 制止朝鲜对韩国的侵略 并以摧枯拉朽之势 将金家王朝侵略军击溃 歼灭并赶到鸭鲁江边 1950年10月1日 朝鲜政府首相 人民军最高司令长官金日成 请求中国政府出兵 苏联斯大林也唆使中国出兵朝鲜 正与斯大林 争作国际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毛泽东 决定出兵支援金家王朝 对抗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 毛泽东要爱将林彪挂帅 率领共军援助朝鲜 然而林彪反对出兵朝鲜 他认为新中国刚建立百废戴星 应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主 军事上以解放西藏和台湾为首要任务 不合时宜的战争 会彻底打乱了国内的主要任务 林彪问毛泽东说 主席啊 苏联为什么不出兵 苏联老大哥建国几十年了 我们才建国一年 中国刚结束战争 中国人民需要休养生息 据情报部门信息 美国不会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危 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 美国立即与中国建交 这可能是一个阴谋 但也不失为一个机会啊 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 开始滔滔不绝起来 第一 我国经过几十年战争的摧残 战争创伤疾待恢复 而现在财力又十分困难 打仗可是烧钱啊 第二 国内还有部分边缘地区和沿海岛屿尚未解放 约有一百万国民党参与部队和土匪 尚及待肃清 第三 广大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 新建的政权还不稳固 第四 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的装备 美国一个军 有各种火炮一千五百多门 而我们一个军只有三十六门 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 而我们更无制空权和制海权 第五 由于长期的战争造成的艰苦生活 许多干部和战士产生和平厌战的思想情绪 林彪激动地继续说 朝鲜战争是苏联斯大林挑拨东西方关系的一次阴谋 纵容北朝鲜袭击南朝鲜 引发联合国出兵北朝鲜 毛泽东问林彪 美军会不会过鸭绿江 林彪回答说 不会 美国如果想介入中国 早在解放战争后期就该有所动作 现在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国力 入朝作战不仅不是上策 而且出师不义 如果美国侵犯中国 我带兵抗击美国 美国侵华 在国际舆论上 中国战上风 而现在我们派兵入朝 面对的是联合国军 从世界舆论和中国本身的国力都是不明智的 而且 朝鲜的地形不利于我军 而有利于有大批军舰的美军 我们中国出兵参战 仗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 如若贸然出兵 倘若没有把握把美军顶住 反而把战火引到我们东北 那就糟了 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 免得引火烧身 林彪继续说 为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 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 有点划不来 我军打国民党军队有把握 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就难说了 美国有庞大的陆海空军 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 把他逼急了 投两颗原子弹 或者用飞机对我国大城市 进行大规模狂轰滥炸 也够枉寿的 如若贸然出兵 必然引火烧身 其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最好不出兵 如果一定要出 那就出而不战 屯兵于朝鲜北部 看一看形势的发展 能不打就不打 林彪的话句句在里 得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许多人的同意 就连聂隆真元帅也说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最好不打这一仗 此时 毛泽东是听不尽任何反战意见的 在朝鲜战争前 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 斯大林曾向中国共产党建议 在国际革命运动中 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 但又分工 斯大林说 欧洲的革命 我们苏联管 亚洲的革命 中国管 毛泽东认为 目前朝鲜半岛正在发生的事情 正需要中共去管 况且 正与斯大林争作国际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毛泽东 大脑极度膨胀 他不顾几十万人民子帝兵的死活 执意出兵支援金家王朝 毛泽东说 林彪说的有一定道理 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难时刻 我们站在旁边看 不论怎么说 心里难过 毛泽东扫视了会场一周 最后把目光一向彭德怀身上 彭德怀信领神会起身说道 出兵朝鲜非常必要 打烂了 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 如果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让我带兵去朝鲜 我一定坚决执行命令 林彪的顶牛 让毛泽东面子上下不了台 毛泽东说 中国应当参战 必须参战 参战利益极大 不参战损害极大 朝鲜这件事我们要管 不管 美国侵略者更猖狂 无论对朝鲜 对中国 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接着 毛泽东把头转向林彪 说道 既然林彪说他有病 怕风 怕光 怕水 怕生意 那他就专心养病 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统帅入朝 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他本人后来多次说的 给林彪发放转业费 让彭德怀管国防部 要不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打倒彭德怀 毛泽东很可能让林彪一直这样贤富着 对此 林彪本人倒也无所谓 继续过着不串门 不做客 不探望病人的三步生活 原先斯大林满口答应毛泽东 一旦中国出兵 苏联将提供强大的空军支援 但当中国三个军的首批部队开进朝鲜后 苏联却推说要顾及与美国关系 不便派空军参战 结果中国出兵朝鲜 不仅没有空中优势 而且等同于宣布自己与世界为敌 只能完全投靠苏联 可恨的是 第四次战役后 联合国军已经完全站稳脚跟 战争天平开始完全朝相反方向倾斜 可是斯大林和金日成又开始忽悠毛泽东 要志愿军发挥大无畏革命精神 不怕牺牲 把美国人彻底赶出朝鲜半岛 毛泽东被忽悠的脑袋发热 又发动了第五次战役 结果从三六线到三八线 志愿军被打得溃不成军 损失惨重 斯大林提供给金日成的武器 全是苏军现役装备 但是提供给志愿军的武器 全是苏军淘汰装备 而且是高价出售给中共的 现在看来 当年林彪不同意出兵朝鲜 是完全正确的 而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定 却是完全错误的 是不利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 原因如下 一 中国为抗美援朝付出极大的代价 据美国五角大楼的统计数据 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死亡人数为40万人 负伤人数为48.6万人 被负人数为21,939人 相比之下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为36,914人 其中包括非阵亡人员3,262人 受伤人数为103,284人 此外 参加联合国军的英国、法国、土耳其、澳大利亚 和加拿大等其他国家军队的兵源损失 约为17,200人 也就是说 由于朝鲜战争中 中国志愿军的装备落后和战术落后 整个战争付出了惨重代价 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人数 大概是联合国军的八倍 这就是为什么 在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之际 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朝鲜战争并非平局 而是美国的胜利 二 抗美援朝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 中国出兵朝鲜 并越过三八线到韩国作战 对抗的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中国被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谴责为侵略者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苏联仍然可以一票否决 但在最后投票的关键时刻 苏联代表有借骨缺席 致使联合国安理会制裁中国的决议顺利通过 因此 朝鲜战争期间 及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内 中国受到西方世界的经济 金融和科技等方面全面制裁 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境地 闭关锁国和失去国家发展良好的国际环境 长达二十多年 使得中国的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 大大落后于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三、毛泽东发动的抗美援朝战争 使得中国和美国直接处于交战状态 美国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 一方面是为了让台湾免遭朝鲜战争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美国国内 要求保护台湾的呼声而采取的政治举措 自从第七舰队进驻台湾 从此中共失去了收复台湾的可能性 所以 现在的历史学家认为 台湾是朝鲜战争最明显的赢家 因为这场战争 台湾得以最终脱离共产主义的侵略 此外 日本也是朝鲜战争的赢家 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认为 这场朝鲜战争是对日本的天有神助 日本在二战后为一片废墟 遍地焦土 1950年 日本正处于经济萧条的边缘 联合国军参战后 立马从日本大量采购前线急需的军用物资 例如 被俘 毛毯 作战沙袋 以及各种钢材等 同时 让日本企业为联合国军生产兵器和弹药 车辆 坦克和战斗机等 朝鲜战争使得美国把日本当作军事后勤补给基地 132亿美金的军事订单 使日本经济迅速起死回生 日本的工业得以大力发展 同时 日本还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 如果没有朝鲜战争 这样的和平协议不可能立马签署 此外 苏联也成最大赢家 斯大林的如意算盘几乎全部实现 中共全面倒向苏联 四 朝鲜战争之中和之后 由于亚洲国家对中共好战的害怕 美国得以在亚洲建立了一个遏制中国的盟友圈 在朝鲜战争之前 美国在东亚大陆上没有任何驻军 而朝鲜战争之后 美军却一直驻扎在朝鲜半岛 此外 美国与韩国 日本 台湾 菲律宾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结成了联盟 形成了对中国的海上遏制和封锁线 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五 在朝鲜战争前 美国杜鲁门政府在1949年的考量是 如果中共在内战中取得最终的胜利 不排除与中共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解放军占领南京时 所有国家驻华大使闻风而逃 唯独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留下了 他是奉美国政府之令 尝试与即将诞生的中国新政权接触 杜鲁门与爱奇逊 在1950年1月有关不会防卫台湾的讲话 就是对中共的示好 可是愚蠢而又自负的毛泽东发动的抗美援朝战争 使得美国失去与中共建交的幻想 邓小平说 和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富裕了 和苏联好的国家都贫穷了 如果1950年不打朝鲜战争 中国与美国建交 中国的经济发展肯定会好得多 中国人民将受益匪浅 毛泽东的确误国误民啊 六 新中国刚从连年战争中缓过一口气 正百废戴星 朝鲜战争每年花掉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0% 举国五分之一的财力 用于进行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战争 毛泽东是何其愚蠢啊 七 牺牲近百万中华儿女保护下来的金家王朝 也没有对中国人民感恩戴德呀 志愿军的目的就被金日成平过两次 金家除了伸手 向中国要钱要乌要粮之外 为中国人民做了什么有益的事情 没有 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 对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们说过 现在 五千万韩国人民生活在自由和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下 韩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 同朝鲜半岛北方的压迫和贫困形成鲜明对照 这就是胜利 这就是我们美军留下的遗产 当年如果美国不出兵 韩国人现在就过着北朝鲜人的生活 有饥饿 有逃亡 有迫害 有恐惧 有三代伟人 如果中国不出兵 北朝鲜就过上韩国人的幸福生活 有三星 有现代 有韩剧音乐 有民主自由 感谢您观看本期风铃漫谈 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按钮 并开启通知支持我们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